就注意到玻璃柜中的石枪没有枪头 而据悉那个枪头是十年前出土的 可十年前不止出土了文物 还有那座文物纪念碑也是十年前建造的 甚至第一人社长也是十年前死的 说到这的古田表示 老师之所以大费周章也要保住后山 肯定是因为如果后山被卖 那么买家在挖掘后或许会出现不利于你的事情 说到这咱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如果别人开采 不小心挖到了首任社长的尸体 并在尸体上找到了玻璃柜中的那节枪头 如果是这样 那么就算阿伟的案件跟你无关 但十年前第一任社长的死因 或许能从你身上查出什么 而眼见警车已经越来越紧 被戳重痛点的老师也不再反抗 只能在古田的面前缓缓说出了 自己杀害社长的原因 为了在小贝面前保住自己大师的尊严 已经输掉三盘的阿伟只能郁闷地选择封起 可将其有个明确的规定 那就是只有写下自己下一步落子的方式 才能在封起后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可看着阿伟写字的动作 经验丰富的裁判却顿感不对 于是等到阿伟将写有策略的信封递交上去 觉得对方使诈的裁判也找到了阿伟的房间 有些生气的他顾不得在乎阿伟的面子 张口就质问阿伟为什么在信封中装白纸 而眼见对方死不承认 裁判又说肯定是阿伟想在今晚研究出对抗新人的办法 然后再找机会从自己这里偷信封扭转明天的局势 可由于信封已经封装 想验证里面就是白纸的裁判起身就要去将七协回 而眼见老头完真的 不想被耽误前途的阿伟只能拿起烟灰缸将裁判打死 等到拿起对方的头在浴缸周围一顿囤 一个因狡猾意外磕死的现场就做好了 而为了让现场看起来更加真实 走出浴室的阿伟又帮死者叠好了脱下的西服 等到将封齐的信封放在桌上后 他也捏手捏脚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可也就在阿伟蹲在地上检查起老头喷出的血字时 发现尸体的工作人员也找到了恰巧住在这里的古田 上来就问二位在酒店登记上是否写的职业为刑警 等到二人确认后 古田跟助手也被酒店经理带到了裁判的尸体旁 虽然从表面看裁判的确是意外死亡 但回到房间的古田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这时服务员跑来让古田签写消费的单据 怎奈这一低头恰巧看到了叠放整齐的西服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因为怎么会有穿西服的人把西服叠起来呢 除非是不穿了打算带走或亲戚 可据经理说明天他还要出席降棋比赛 也就是说叠起衣服的人肯定就是凶手 并且从他不知道如何放置西服来看 这个人肯定不喜欢穿西服类的衣服 而也就在古田勘察现场的时候 房间内的阿伟却还在思考破解星人棋局的办法 此时将棋协会的人也闻讯感报 但相比于裁判的案件 他们更担心的是比赛该怎样才能继续 因为比赛用的棋盘棋子还有风棋的信封都所在保险柜中 不知道密码也就意味着不能继续 可古田却突然拿起桌上的信封表示是这个吗 眼见风口完好无损 众人也当即长出一口气 这下只要借用阿伟房内的棋盘跟棋子就行了 可也就在众人皆大欢喜时 古田却注意到了阿伟身上的衣服 于是借着对方吃饭的功夫主动迎上 张嘴就说他第一次看到阿伟这么漂亮的和服 在这样的彩虹屁下 得意忘形的阿伟也说出了自己从不喜欢穿西服 还是觉得和服更帅气一点 可听到这话的古田又说虽然和服比西服好看 但却远远没有西服那么好叠 而听到这话的阿伟也没感觉奇怪 上来就说经常叠就习惯了 等到临近比赛开始的时间 准备离开的阿伟却在上场前拿了根牙签 而随着阿伟去协会那里取回风旗的信封 来到场上的他也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步棋 可与之前被动的情况不同的是 这次的他通过这一步彻底扭转的推势 等到裁判拆开信封对照策略 竟然发现跟提前写好的文丝不差 可那个信封里不是装的白纸吗 那阿伟到底是怎么在不破坏风口的前提下 把文字隔着信封写上去的 为了保证公平 降棋比赛在风旗时要提前写下自己下一步的策略 可眼前的大师已经连输三局 于是脑袋一团浮糊的他干脆往里面塞了张白纸 等到回到房间通宵苦想 随着比赛再次开始 落子的他竟然真的一转之前的颓势 而等到裁判拆开昨天上交的风旗信封 发现跟昨天阿伟写好的策略分毫不差 可他不是交的白纸吗 为什么上面会突然出现文字 虽然此时的古田并不知道信封里的应该是白纸 但这张纸上特殊的符号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借着对手犯男中场休息的时间 古田再次借机找到春风得意的阿伟 上来便指着风书上的符号问阿伟这是什么意思 怎待阿伟看了一眼只能敷衍说自己也不知道 可也就在古田上下摆弄的时候 突然看懂的他竟然笑了出来 于是立马返回比赛现场 说着便在垃圾桶里翻起了风书的信封 此时比赛也再次开始 看着面前的新人还没找到反攻的策略 电视前的观众一阵唏嘘 称想不到大师竟然还有绝地翻盘的能力 可也就在大家都觉得这次新人输定了时 怎待阿伟却把棋下在了最不该下的位置 明明已经是稳赢的局 为什么阿伟要突然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此时电视前的古田也很是疑惑 因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阿伟甚至不惜杀人 怎么会突然放弃呢 直到古田得知比赛用的是阿伟房间内的棋盘棋子后 他瞬间明白了一切 因为那时的阿伟不是不想赢 而是由于某些原因不敢去赢 说着便再次找到阿伟 拿出一个场景录问阿伟画得怎么样 也就在阿伟沉默的时候 古田又说你肯定想不到这是拿牙签画的 当然牙签不止可以在吃饭后剔牙 还可以用来画画和作弊 因为当时就在你被新人逼得节节败退时 你便在提出风气后 把白纸跟一张复印纸同时塞进信封 等到在屋内苦想翻盘的办法后 又在第二天趁着没人注意用牙签写上了下棋策略 而那位死去的裁判正是看到了你赛复印纸的内容 所以在找到你后才被人杀害 而我看透这一切全靠纸上这个符号 因为这正是古田的古字 案发当晚这个信封就放在桌上 而那时服务员找我来签字 怎奈由于信封内的复印纸古字也就被印了下来 听完这一切阿伟不但没慌 反而主动说起这撑死也就只能说明我用这个办法作弊 但这些总不能只认我杀人吧 怎奈听到这话的古田表示自己的确没找到证据 可身为犯人的你却自己报复了 因为按照比赛的规则 刚才比赛如果你想赢心愿 那么就只有将棋子翻转后才能获胜 但你当时在拿起正确的棋子后一阵犹豫 随即下载了小学生都知道不对的地方 因为你深知那个棋子的背面有不利于你的血子 于是为了掩盖杀人的事实 所以当时的你只能被迫放弃比赛 说到这个古田将棋子翻转 上面果然有血迹 而由于棋子是阿伟房间的 所以现在只要检验一下血迹来源 那么阿伟是不是跟裁判的死有关也就明了了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却没在狡辩 只说自己原本是为了赢而杀害裁判 可到头来却又为了掩盖真相而不得不放弃比赛 如果真要怪 也就只能怪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吧 为了打脸一旁始终在吹牛的侦探 得知对方破过上百起案件的小美立马提出质疑 表示对方从业这么久就没碰到不完美犯罪了 而听到这话的古田不屑一鼓 称只要是人为犯案就一定会留下破绽 可此时有些不服的小美却举了个自己身边的例子 称就在十年之前 自己的一位朋友曾亲手杀害了她的丈夫 可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关键性证据 所以也就使得她这位朋友现在依旧逍遥法外 并且国家有过规定 一旦宣判无罪将再无犯案的可能 看面前的古田来了兴趣 小美便讲述起这桩完美犯罪的整个经过 称自己的朋友叫梅子 与小说家丈夫居住在美国的乡下 听到这的古田拿出兜里的扑克 当即把黑桃K放下代表丈夫 然后拿出红桃K代表妻子 红桃G则代表保姆 这时小美说当天妻子带着朋友来家中做客 古田便立马又用小鬼代表朋友 也就在梅子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丈夫则是在二楼写作 而保姆在厨房做烤牛肉 等楼下的两人聊了一阵过后 就在梅子送客时二楼写作的丈夫也正巧下落 可怎奈只是跟梅子边说话边喝了口咖啡 原本正常的丈夫就抽搐突然倒地 等到送往医院时却已经没了呼吸 法医鉴定丈夫是死于重的 而他生前最后吃的食物是梅子给他拿的日式典信 听到这的古田问妻子有杀害丈夫的动机吗 可小美却说在后续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丈夫写的小说是关于外遇的事 而这是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于是警方怀疑是梅子看到了小说内容才将丈夫杀害 可梅子的辩护人却说这个动机不成立 因为丈夫通常都会把没写完的小说锁在保险柜 也就是说梅子根本没机会看到小说的内容 并且就在法庭上 当时做客的朋友也可以作证 表示他亲眼看到丈夫在接过点心后曾分给了梅子一半 如果试点心里有毒梅子不可能没事 因因如此 警方找不到证明梅子是凶手的证据 于是只能当庭宣布她无罪 听到这的古田表示这的确是个难题 可扭头就询问小美当时是怎样的点心会让两人分着吃 可小美却说就是普通的金川烧 是一位日本的铜箱送的 又由于只有一个 所以两人才不得不分食 而案发后警方也曾经寻找过铜箱的踪迹 可直到最后都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铜箱 此时古田再次询问 说既然是用来送人的东西 那么当时金川烧肯定是热的 而等到二人回家后肯定会凉掉 听到这话小美却说是两人回家后用烤箱加热后才吃的 此时来到餐厅买东西的古田恰巧看到了金泉 看着对方礼貌性的把热狗分给朋友 始终在思考案件的古田也隐约中想通了什么 等到再次回到车上 古田上来就说这个世界还是不存在完美犯罪 因为小美所说的案件她已经找到了破绽 首先那个所谓的日本铜箱肯定是不存在 是梅子捏造出来企图迷惑警方的招数 而且古田称当自己询问宋金川烧的是怎样的人时 小美回答的是看起来很和蔼的人 在我再次询问后你才说出是个穿着和服的人 显然正常情况下和服要比和蔼的人更有辨识度 可小美却并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 说到这个古田又称金川烧就一定存在吗 你当时说是两人加热后才吃的 可之前明明说保姆在做烤牛肉 很明显你的朋友梅子没有机会可以用烤箱 听到这话的小美忙说自己记错了 是用的烤面包机 可古田说还是不对 因为已经穿烧的厚度面包机是放不下的 相反如果是钓鱼烧就简单许多 说到这个古田称不出意外是梅子在钓鱼烧下毒 而由于这里注重绅士风度 所以丈夫便像金泉一样把大的一边给了梅子 自己则是吃钓鱼烧的尾部 所以拿准这点的梅子只需要在尾部下毒 而又由于美国警方对日式典型的不熟悉 加上吃到胃里早就丢失了原始的模样 看着胃里馅料相同的构造 所以警方也无法证明吃的不是金川烧 听到这的小美表达了对古田的敬佩 扭头又说其实梅子的确看到过那本小说的内容 而当时那条动机也的确存在 说到这的小美称 其实当时她已经做好了伏法的准备 只不过那个美国朋友恰巧看到了 梅子跟丈夫分尸典型 可就算是成了漏网之鱼 这么些年来她依旧过得十分痛苦 因为眼下的她就是靠那本小说的版权费生活 而在那本小说中丈夫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说到这的她很是伤心 称或许这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而纵观整部剧 这也是本剧中唯一一个逃脱制裁的凶手 她仅凭在电视上摆个臭脸 就被全国万千少女奉为心中的男神 因为他们都觉得阿伟虽然只有小学文化 但却可以靠天赋打败最强大脑的所有高材生 可此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却泛起了难 原来阿伟是电视台打造的平民冠军 每次答题时都是他们提前将题目透露给她 可随着这家伙的名气越来越大 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夸张 不仅对着电视台领导一顿嘲讽 更坦言必须按自己的想法对节目进行改动 而听到这话的工作人员们也决定不再惯着她 当即表示以后的比赛再也不会给她透提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却并不在我 因为在这么多次作弊后 她知道每次节目组都会把题的编号印在中场小姐的衣服上 也就是说自己只要提前去道具组看过这些衣服 那么他们给不给我透提都不会影响什么 可等想要偷看衣服的阿伟来到道具组 却看到管道具的胖虎正趴在地上检查道具 在胖虎的热情谦让下 阿伟也在角落里吃起了胖虎购买的和喊 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了阿伟想看的衣服 虽然那人没看到阿伟 但想看衣服的她却立马冲了上去 怎奈胖虎十分尽责 于是在用力推嗓下 不小心没站稳的胖虎居然一头撞上了柜头 而等看完衣服的阿伟再次回过室来 这才看到被自己推倒的胖虎似乎已经没了呼吸 意识到出人命的她本能的想要逃走 可等真的来到门前 却发现两个演员正在道具组的门口对系 这下该怎么办 如果被发现自己肯定就是第一嫌疑人 而也就在阿伟发愁的时候 休息室的古田却也十分苦恼 原来她作为警局神探也被邀请过来打题 只不过由于一道题都没答对 所以古田只能提前退场吃起了盒饭 可也就在她吐槽电视台的盒饭真难吃时 却被走廊的嘈杂声吸引 等到按照众人奔跑的方向走去 这才知道电视台居然出了命案 现场除了胖虎的尸体 还有一堆散落的臭鱼干 通过勘察 警方觉得可能是胖虎在拿东西 时不小心滑倒撞到了头 因为当时送衣服的工作人员 说屋内只有胖虎自己 而且据悉当时有两位演员在门口对系 他们也证明截止到发现尸体 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可此时古田却注意到桌上的三份盒饭 这是工作人员来拿下场节目要用的衣服 而他们却也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从不爱整理的胖虎 今天竟然对衣服进行了分类 得知以前阿伟就是靠这些编号获得的冠军 古田立马找到电视台的领导 等到了解完阿伟与电视台闹掰的时候 此刻的古田觉得如果这是一场谋杀 那阿伟无疑是最有作案动机的那个人 可那两个演员明明说没有人走出过道具组 假设阿伟就是凶手 那他到底是怎么在杀人后从现场逃走的呢 有些想不通的古田干脆找到阿伟 上来就把胖虎遇害的消息告诉了对方 怎奈阿伟却没有半点惊讶 只说自己当时在吃完盒饭后就在屋里休息 听到这的古田不禁吐槽盒饭难吃的程度 怎奈阿伟也附和起来 说特别是那个丸子 可听到这话的古田却意识到了不对 当即确定阿伟是在说谎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阿伟的盒饭是每天特供的 可眼见被拆穿的他却丝毫不慌 只说自己只是为了打发古田 所以才顺着古田的说辞往下说 怎奈古田话风一转又说起了现场的三份外卖 听到这话的阿伟却说也许是食量比较大 可古田却拿出现场找到的医生名片 称据这位医生说胖虎患有严重的脂肪肝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减小食量 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会点三份外卖吗 并且据悉道具组的衣服胖虎从未整理过 也就是说案发室不但有人找到了胖虎 甚至还帮他整理了衣服 现在唯一不明白的是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 而眼界面前的古田越查越深 本就心虚的阿伟也不禁开始冷汗直流 怎样在杀人后悄无声息地离开案发现场 眼前的男人就在面临这一难题 因为房间的唯一出口正有两人在争吵 如果现在出去肯定立马就会被人发现 而等到阿伟再次看向屋内 一个缜密的计划也开始慢慢从脑中浮现出来 此时镜头一转 电视台的人已经发现了胖虎的尸体 可据工作人员称 案发时有两名演员正在门口对行 他们可以证明期间并没有可疑人员从里面走出来过 难道真是意外 可等到古田勘查完现场 然后又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阿伟跟电台的关系后 觉得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的古田当即找到对方 尚爱就称胖虎的死应该是一场谋杀 因为古田注意到案发现场有三盒外卖 可他却从胖虎的主治医生那得知他患有脂肪肝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房间内只有他自己 那么他肯定会遵循医生的意见减小时量 并且据工作人员称 胖虎虽是道具管理员 但似乎他从未整理过不用的衣服 可离奇的是 现场的衣服却被整理得紧紧有条 也就是说是有人在杀害了胖虎后 又帮他把道具点好 此时阿伟深深感觉到古田对自己的威胁 于是只能借口出节目赶快离开 可被甩开的古田却没闲着 随口跟助手探讨案件时 得知隔壁节目也出现了意外 据说是因为演员在上场前居然发现演出服不见了 听到这话的古田立马前去打听情况 得知这两人是打算表演餐厅的戏后 结合阿伟杀人后离开现场的方法 已经想通一切的古田突然眼前一亮 扭头就再次找到中场休息的阿伟 上来就说自己已经知道凶手是怎么离开现场的了 那就是凶手在杀人后只需要穿上厨师的衣服 然后再向餐厅订三盒外卖和一些臭鱼干 等到众人发现尸体后 只需要在角落假装自己是送餐员 然后借着地上臭鱼干散发的气味 借是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口鼻 这样一来跟众人一起离开现场的凶手就不会被人发现 说到这的古田又说自己曾在餐厅看到过阿伟的手帕 正常人在化妆后不会用手帕擦脸 可阿伟的手帕却全是粉底 不出意外的话正是从现场出来失误住口鼻沾到了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反而愈发嚣张 表示这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古田的推理 如果真的想指认凶手就拿出证据 说完了他扭头就再次走向眼触棚 而被将了一军的古田也没放弃 扭头正巧看到桌上的报纸 于是立马跑到案发现场拿出一份报纸交给了导播 称阿伟参加的答题比赛最后一题能不能用报纸的内容 而当镜头再次来到导播现场 主持人刚按着导播的意思念出问题 一旁的阿伟就立马抢答 也就在他庆幸自己曾看到过这条新闻时 古田的声音却从喇叭里传了出来 称阿伟刚才已经自己承认就是凶手了 因为这条新闻本就是道具报纸上的内容 是胖虎死前为了别的节目印出来的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像阿伟所说他从未去过道具组 那么也就不可能知道这条杜撰出来的新闻 换言之如果阿伟知道上面的内容 那么也就证明杀害胖虎的凶手就是阿伟 而眼见自己已经说漏嘴 万念俱灰的阿伟也不再辩解 只说他本想尽力保住自己通过达提赢得的荣耀 怎奈在最后却被达提送进了监狱 他瞒着仇人定下一百盒外卖 等到确认外卖车已经驶来后 知道阿伟即将复仇的四位朋友也当即决定帮忙 可随着商讨结束 来到走廊的他们竟有意地吵了起来 看着手下和睦的男团突然大打出手 身为经纪人的梅子只能不断从中调解 可自己还要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 于是害怕出乱子的梅子便将小白锁在了禁地室 而由于被打的牧村是今晚的主场 所以操碎心的梅子又让小黑在练歌房加以劝道 可随着离开的他自认为万事大吉时 等待被关的牧村跟小黑却从另一个门溜了出来 等到放出被关在禁地室的朋友后 运送一百盒外卖的工作人员也恰巧抵达一楼 意识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再次会合的众人只能赶快来到练舞房更换衣服 也就在外卖员把盒饭全部塞进电梯时 五个人也准时地来到电梯上方 怎奈等到外卖员把盒饭统统搬进电梯 电梯的超载警报也在此刻响了起来 看着上面盒载的430公斤 实在搞不懂得外卖员止不住的通操 也就在他边爬楼边计算重量时 再有盒饭跟经纪人的电梯也成功抵达三轮 于是借着外卖员卸货的时间 电梯上方的五人也突然从四楼冲了出来 看到阿伟仇人的他们企图将其吊死 可由于大和力气实在太大 瘦弱的阿伟不小心被推到一边 小黑的项链也被气扯断 不过好在还算顺利 就这样将大和吊死之后 等到收拾完现场 电梯中的盒饭也恰巧搬完 于是借着电梯回到一楼 众人也再次返回了他们位于二楼的房间 可就在距离表演还有两个小时时 刚才被大和推倒的阿伟才发现自己的手臂舍了 于是为了不让别人发现端倪 五人只能临时修改舞蹈 可也就在他们成功地骗过在场的观众时 位于四楼的尸体却已经被人发现 等到警方闻讯赶来 勘察现场的他们初步推断大和是自杀 因为屋内是繁琐的 并且一旁的电梯并不能抵达四楼 也就是说现场完全是封闭状态 也就在助手清点一物时 一张发票引起了古田的注意 这时牧村也借着好奇的名义来到现场打探 看到牧村的古田立马说起了自己的疑点 表示这张发票是从死者身上找到的 而上面的物品正是吊死大和的绳子 可一个要自杀的人为什么还索要发票呢 难道是还想为自己自杀的东西报销吗 意识到古田有些邪门的牧村本想离开 怎奈去又被金拳强烈要求合影 可随着相机的拍摄 一个珠子却突然掉了出来 也就在古田好奇这是什么东西时 牧村两人也借机离开了现场 等到回到房间 小黑说很可能是当时项链被扯断后 少回收了一个 也就在他们觉得应该构不成威胁时 古田却得知了个奇怪的消息 那就是编舞老师正在对着经纪人发火 称为什么男团要突然改变人气爆棚的舞蹈 听到这话的古田顿时起 可经过了解 经纪人却说案发时这五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可听到这话的古田却似乎明白了什么 隔天再次找到几人 上来就说希望能获得他们五人的签名 等到众人没有戒备新的写下名字后 最后轮到阿伟 这次古田上来就说他得知死去的大和跟他关系还不错 甚至就连大和的工作都是阿伟介绍的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却称只是认识而已 你该不会怀疑是我杀了大和吧 案发时我正在仓库旁的舞蹈师练功 这一点被关禁闭的小白可以作证 可古田却借机拿出签名板 等到阿伟签名之后 古田却说这份是从大和家里找到的签名 很明显是假冒的 可为什么他能让你帮他介绍工作 却不肯管你们要个签名呢 这时一颗棒球飞了过来 阿伟本能的起身捡起 可由于受伤的手臂并没有扔回去 怎奈这一幕再次被古田捕捉 回到现场的古田止不住地回想 为什么这个男团一向和睦 却要在案发当天爆发第一次争吵 又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天改编人气舞蹈呢 可就算是可以确认他们跟死者的关系不好 那他们又是怎么进到四楼杀害死者的呢 为了让杀父仇人解决温饱 已经计划好的他竟主动给对方介绍起了工作 可仇人不但不买账 还说除了工作还要每月给他三千万生活费 听到这话的阿伟更加愤怒 说着便打算找到朋友们尽早实施计划 只见他先是让朋友帮自己订下一百份盒饭 然后再让人把刚入职的仇人带到四楼仓库工作 等到有意地在公司走廊跟人发生争吵 他跟朋友们也纷纷被关进了禁闭室 此时外卖车正好使来 于是借着准备的备用钥匙 起源就这样来到位于一楼的电梯上方 等到外卖员从一楼把盒饭送到三楼 届时上到四楼的众人也禁止做掉了阿伟的仇人 而随着再次跟随下行的电梯返回各自的禁闭室 一场拥有不在场证明的凶杀案就彻底宣告完成 可等到谷田勘察完现场 发现四楼虽然是无法乘坐电梯上来 并且门还从里面反锁 但多疑的他依旧觉得这是一场谋杀 等到确认公司的男团跟死者关系不好后 结合他们偏偏在案发当天爆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争吵 想要验证几人不在场证明的谷田 当即来到所谓的禁闭室 此时助手说会不会是从窗户翻出去作案 可谷田却表示以小白的体型窗户很明显太窄 这时送餐车再次驶来并挡住了窗户 看到这一幕的谷田顿感不对 于是立马把男团的五个成员再次召集到一起 称他们所谓的不在场证明是相互依靠的 因为小白跟木村爆发争吵 所以木村小白小黑分别被关在一楼的仓库和练歌坊 而剩余的两人自称是在舞蹈房练工由小白可以作证 等到几人赞同谷田的说法后 谷田却说其实昨天送餐车一直停在小白所在的仓库窗口 所以从里面根本无法看到对面的舞蹈房情况 这也就说明这两组人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 连带之下木村跟小黑的不在场证明也漏洞百出 此时回想起案发现场找到的珠子 结合曾在杂志上看到过小黑佩戴的项面 知道他们不在场证明存疑的谷田立马单独审问对方 但怎奈小黑全程沉默 眼见这种情况的谷田也不再逗留 于是打算下楼再向别人了解情况 怎奈由于超重电梯发出警报 看着面前电梯的载重标准 结合经纪人曾说过案发当天电梯坏过 于是想起什么的谷田再次来到男团的办公室 等到对着男团每个人的资料查看过后 此时的他终于破解了犯人的杀人手法 而随着再次将众人聚到一起 谷田也推着一块黑板来到了现场 上来就说自己知道案发当天小黑曾订过150份盒饭 据测量一份的重量是一斤 150份也就是75公斤 如果再加上包装应该在85公斤左右 把这些重量加上经纪人的体重一共是125公斤 案发当天由于超重外卖小哥是爬楼梯 可这样的重量电梯为什么会超赞 如果用电梯可以再重的420公斤 减去当天的125公斤 也就是说有295公斤是消失的 说到这的谷田让成员在黑板写下他们的体重 等到将所有数字加在一起 得出的结果正好是289 如果再加上之前的125 最后的结果是414公斤 这也正是外卖员不得不爬楼梯的原因 因为当时一定是有人藏在了电梯的上方 这样一来也就能解释得通大和为什么反锁的门依旧被杀害 知道谷田明显是在怀疑他们 一旁的牧村立马反驳 称虽然谷田的推理是可行的 但怎么能就凭这些数字断定凶手呢 可听到这话的谷田却说案发是大和在裁剪演出所用的血话 而凶手们却没有注意到 说到这的谷田拿出一条裤子 称阿伟的裤子中正好就有这种纸片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立马紧张起来 可牧村却再次站了出来 称这根本不是案发现场的纸片 因为他记得大和由于第一次参与所以裁剪的纸片是正方形 而这张则是三角形 听到这话的谷田立马转过身来 称大和的确是裁剪的正方形纸片 可这些纸片早在案发后就被警方当作证物保存起来了 事后牧村来到现场早就已经收干净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去过案发现场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而刚才那个纸片的确是我放的 听到这话的牧村无言以对 这时小黑却来到台前 上来就承认了他们确实是杀害大和的凶手 但那个死去的大和也并不是无辜的 十年前阿伟的父亲送货途中碰到了他 可这个家伙却在接受了赔偿后依旧不依不容 不但总是定期向阿伟的父亲收钱 甚至还在对方受不住压力自杀后依旧用这事敲诈阿伟 而听到这话的谷田也没再说话 因为毕竟谁都没有擅自取走他人性命的权利 为了让胆小的男友承认自己的身份 握有对方把柄的小美生气地来到洗手间 等到将对方拉进来后 始终回避问题的阿伟也注意到化妆包上的合影 看到这一幕的阿伟本能地想要强迫 怎奈却无意中磕到了女友脆弱的后脑手 而等到阿伟再次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身旁的女友似乎已经没了呼吸 看着面前的尸体 突然成为凶手的阿伟一阵混沌 因为如果跟警方说他是逼我结婚时磕到头 估计就算是傻子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辞 恍惚间再次看到合影 结合里面照片的数量 不想被抓的阿伟只能暂且拿着化妆包离开 怎奈这一幕恰巧被飞机上的小孩看到 好在对方没有声张 于是忐忑的他只能赶快找了个座位清理起了合影 等到清理干净并将其扔进垃圾桶后 准备回去的他却偶然间注意到自己的领夹不见了 是刚才跟女友抢包拾掉在了厕所吗 等到阿伟想要再次前去验证 却无奈地发现两个乘客正站在厕所门口聊天 这下怎么办 随着回到座位的阿伟一阵思考 换回皮鞋的他竟跑到更衣室顺了件机长的衣服 这下频繁走动就不会被人怀疑了 可也就在阿伟感叹机长在五八家正洗的衣服干净时 来到厕所的他却发现这里似乎并没有领夹 等到再次从里面出来 没等阿伟想起把领夹吊在那 就又被赶来的乘客误荡成了机长 于是为了不被识破 自顾不暇的阿伟只能耐着性子先处理乘客的问题 得知对方在窗外看到了妖怪 自觉被耍得阿伟一阵无奈 这时金泉的同事恰巧去厕所刷牙 碍于金泉的纠缠 再次回来的同事立马把假机长阿伟带到现场 看到尸体的阿伟故作惊讶 紧接着辩称或许是气流颠簸才让女人摔倒而亡 听到这话的阿祥决定叫空姐辨认死者身份 害怕假机长被识破的阿伟立马把制服脱下盖在了尸体上 于是在刑警面前他是负责的机长 而在空姐面前他又被误认为成刑警的同事 等到从空姐口中得知死者一直是一个人后 觉得还是不对劲的阿祥立马找到古田 说明情况后阿祥也提出了自己的疑点 称从现场打开的桌板和死者的妆容来看 他生前应该是在厕所化过妆 可自己找过厕所的所有角落都没有发现化妆品 也就是说化妆品很可能是被什么人拿走的 这样来看死者的死也就具有了他杀的渴望 听到这话的古田不断点头 紧接着便让阿祥去机舱看看有没有目击者 此时金泉依旧缠着阿伟说窗外有妖怪 甚至向空姐索要相机来证明没有说谎 等到空姐验证相机能用后 金泉这才抱着相机返回了座位 这时寻找目击者的阿祥走了过来 说自己查到有个小孩自称曾在厕所处看到过一个奇怪的人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带着小孩辨认凶手就好 听到这话的阿伟有些紧张 说着便把阿祥叫到一边企图找借口开溜 可还没等他走回自己的座位 就又被阿祥找上门 对方称小孩并没有找到那个奇怪的人 说着便希望阿伟用机长的身份打开驾驶舱 想看看是否是工作人员作案 听到这话的阿伟顿时陷入两难 得知面前的女友死都要结婚 劝说无果的阿伟只能贴心地满足了对方的愿望 等到确认女友已经没了呼吸后 不想被牵扯进命案的他也拿走了带有两人合照的化妆包 此时一个男孩恰巧目睹了这一幕 好在对方没有声张 可也就在阿伟战战兢兢地返回座位时 就又发现自己的领家似乎遗落在案发现场 于是决定返回寻找的他为了不被其他人注意 静悄悄来到工作区偷了件机长的衣服 也就在没找到领家的阿伟再次离开之后 女友的尸体也已经被人发现 碍于阿伟已经被别人认成机长 所以他也被再次叫到了案发现场 可趁着刑警去找空姐辨认死者身份的时间 聪明的阿伟又把衣服盖在了死者身上 这样一来在刑警面前他不会被空姐戳破 而在空姐面前他又是负责的刑警 可也就在阿伟暗自窃喜的时候 负责案件的阿祥却带来了个重磅消息 那就是有个小孩表示自己在案发现场看到过一个奇怪的人 听到这话的阿伟瞬间紧张起来 说着便称自己要返回驾驶舱了 可还没等他稍加放松 就又被刚才的阿祥找上门 原来是小孩辨认了一圈都没找到自己看到的人 于是还不死心的阿祥便想让阿伟敲开驾驶舱的门 想看看会不会是机组成员作案 而听到这话的阿伟为了不被识破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来到门口 结果也不出所料 刚敲开门的他就被里面的针鸡掌扔了出来 而等他再次来到阿祥面前 草稿都不用打就称自己就可以代表他们 看到这一幕的古田心想 如果阿伟想换工作可以去五八看看 何必在这里假装机长 而也就在阿祥跟阿伟再次返回机舱时 始终观察外面的金拳却大叫起来 张嘴就称自己刚才说的妖怪出现了 等到众人一看 这才知道原来是阿祥的影子倒影在玻璃上 听到这话的阿祥仿佛想通了什么 紧接着便说案发时应该是金拳误把这里的人当成了妖怪 于是为了验证 阿祥立马让阿伟坐在了刚才的座位上 然后又来到金拳旁边 称金拳所谓的妖怪是不是这样的 可金拳却说那个妖怪脑门会发光 听到这话的阿祥想到了案发现场消失的化妆包 立马猜测可能是凶手在拿走了现场的化妆包曾在这里打开过 因为化妆镜在光的折射下就会反射到面目 听到这话的阿伟不禁冷汗直流 于是立马借口上厕所找到之前的小孩 说着便拿出一个东西准备将其收买 可也就在他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面前的孩子身上时 怎奈机舱的阿祥已经知道了阿伟的身份 碍于金拳曾管空姐借相机 于是为了测试相机是否能用空姐当机胡乱拍的一张 听着阿祥管照片中的阿伟叫机长 一旁的空姐立马质疑 这上面的不都是乘客吗 事已至此阿祥也明白了一切 于是立马让小孩找到阿伟 而小孩也当即表示他就是厕所门口那个人 此时一直看戏的古田也醒了过来 称从开始阿伟的举动就很反强 因为经常坐飞机的人换拖鞋无可厚非 可阿伟却偏要在中途换了皮鞋 想必不得不换鞋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机长 并且在换完鞋后阿伟怎么很匆忙 甚至连古田叫他他都没反应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古田就确定阿伟肯定遇到了什么事 而那时候叫阿伟也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就在登机时阿伟来到临座找古田聊天 而古田叫他也只是想提醒他掉了东西而已 为了让老板知道乱改剧本有多么可怕 早就对气不满的阿伟非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反而主动称赞起对方垃圾的演技 听到这话的老板更加卖力 可随着彩排再次开始 刚刚还一脸和善的阿伟却露出猙獰的表情 看到这一幕的大和顿感不对 也就在他连声道歉的时候 挥刀而下的阿伟却已经力锁地将其斩杀 等到警方闻讯赶来 得知是话剧彩排闹出了意外 渴望深入了解案情的古田立马找到当事人 上来就称为什么明知道是彩排 可阿伟还是要带着真刀上场 而听到这话的对方也没有回避 只说是因为道具做得过于精良 所以真刀和假刀从手感到重量激进相同 要怪也就怪自己当时没有看清 说到这的阿伟表示愿意对这次意外负全部责任 很明显意外要远轻于谋杀 难道真的会是意外吗 也就在不相信阿伟的古田再次勘察现场时 偶然间发现图里似乎有张被丢弃的照片 等到拿起来跟现场一比对 这才发现除了月亮的位置不同 其他的摆设均跟现场分毫不差 想要弄清的古田当即来到道具体 可等他询问了一拳 发现所有人似乎都不知道月亮挪动的事 于是无奈的古田只能亲自来到道具室查看 这时一组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上面的两个抽屉分别贴着真刀和假刀 有标签还会拿错吗 想到这的古田立马带着刀找到阿伟 称想模拟一下当时的案发经过 而面对这样的要求阿伟也没理由拒绝 也就在演练的时候 古田突然问听说死者曾在死前说自己错了 可当时的台词里并没有这句 听到这话的阿伟说很可能是因为他更改的剧本 当时他让我往左边刺自己往右边躲 可等到真的上场才发现他的右边跟我的左边是重叠的 可古田却说这不可能 因为他是先道歉然后才开始走位的 而且那种语气似乎是为某事道歉 难道是他想卖掉剧场的想法吗 听到这话的阿伟再次强调事情是意外 而眼见阿伟要走 着急的古田只能说自己想尝试下空手接白人 而随着阿伟突然的一刀 故承想古田真的接下了 于是借着空隙古田又问阿伟不是分不清真刀还是假刀吗 为什么能选中假刀跟自己演练呢 而听到这话的阿伟也不辩解 扭头一刀砍向左手 原来演练刀一直是真的 紧张的古田不禁查看起手掌 这家伙还真是由言不尽了 现在要想查清案情就要确定阿伟是否具备杀意 也就在古田苦恼的时候 道具管理员却找了过来 称自己就是凶手 当时是他给阿伟换了真刀 目的也确实是为了阻止剧场被卖除 说到这的他表示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0年了 实在不知道剧场被卖了该去哪里工作 听到这话的古田心想去五八找个工作不就行了 等到觉得管理员不可能是凶手的古田再次回顾案情 却偶然间注意到道具师搬出来个烧壶的月亮 原来之前由于射灯太近不小心将月亮烧壶了 现在挂着的那个是剧场以前的那个 听到这话的古田若有所思 此时阿伟也知道了朋友顶锅的事 于是再次找到古田 称老板的确是自己杀的 明明自己从头到尾都在承认 为什么古田还要接着查下去 可听到这话的古田却表示意外跟谋杀可是不同的 紧接着便指向头上的月亮 而眼见阿伟不解 古田便带着对方看起了录像 里面的内容正是阿伟第一次登台 而又由于当时资金太过紧缺 所以不得不找了个纸板当月亮 说到这的古田用射灯照相舞台 称很明显这就是录像中的那一个 想必这个月亮也被你当成一种回忆史中在珍藏 可随着现有的月亮被烧毁 你也不得不拿出了这一个 但你知道自己将要在舞台杀害老板 于是为了不让他的血沾染月亮 你只能提前将月亮升高 听到这话的阿伟没在反驳 只说怪只怪当时自己把粉丝拍摄的照片扔在了现场 可自己做这一切并不后悔 只是希望别让朋友受到连累 因为在他看来 男人就要为自己想要保护的东西不遗余力 就算是重新来过 他仍然会选择同样的结果 他一个动作练了十年 街坊四邻都说他有病 可他却凭此成为了当红偶像 不但收获了无数掌声 甚至还受到了许多男粉的追捧 可得知对方是看上了自己的姿色 十分爱惜名声的阿伟自然不肯 于是随着一阵推洒 男粉就这样不小心磕到头而命丧当场 看着地上的尸体 再次冷静下来的阿伟不但没有慌张 反而是有意地等到人群散去 随着卸掉表演所用的妆容 一个缜密的计划也开始慢慢在脑中浮现出来 只见他先是来到仓库打开了窗户 然后带着尸体通过升降梯来到舞台 等到按照计划将尸体摆在特定的位置后 一个从顶棚意外摔死的现场就做好了 可为了让现场看起来更加真实 阿伟又故作聪明地将死者的手表砸坏 因为这样一来 大家就会以为手表的时间就是死亡时间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觉得万事俱备的阿伟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工作人员也看到了男人的尸体 得知他们已经报警 已经收拾好心情的阿伟也准备回家 怎来这时一个声音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等到阿伟慢慢靠近 这才注意到那人似乎是刑警 紧接着便表示是发生了什么吗 而一旁的古田也开门见山 称是有人报警说在剧场发现了尸体 死因似乎是因为后脑受到撞击 听到这话的阿伟有意的引导 称会不会是从哪掉下来磕到头了 而眼见阿伟好奇 古田干脆将对方带到了案发现场 来到台上的古田说如果真是从上面掉下来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从这里 可大晚上的他为什么要上去呢 这时一旁的阿伟灵机一闪 表示很可能是去抓猫 因为总有人不关仓库的窗户 在自己表演时经常会有流浪猫跑到舞台顶旁 可这时古田却叫人关了灯 表示发现尸体的人称当时舞台上一片漆黑 如果他真的是上去抓猫 那么肯定会提前准备个手电筒 说着便让警员去调查有手电筒的房间 而借着这段时间 古田也带着阿伟来到了升降梯处 称管理员说表演结束后他曾把电梯降下来 可案发后电梯却再次上升到舞台上 阿伟说会不会是死者坐过电梯 可此时古田又说如果是死者用了电梯 那么上面一定会留有他的指望 说到这的他感觉还是不对 因为电梯上去时会发出噪音 如果死者是为了抓猫 那这样不就把猫吓跑了吗 正常人肯定不会这么做 并且现在舞台并没有被确定为第一现场 因为虽然死者的手表摔坏时是11点半 可法医却称他的死亡时间比这要糟 这时金拳跑了过来 说他们找遍了剧场的所有角落 仍旧没有找到古田所谓的手电筒 可古田却让他接着找 称可以去房间里面看看 因为案发实在夜晚 无论是他杀还是意外都需要用它 听到这话的阿伟起身就要离开 称自己明天上午还有节目 需要现在回家去背一背台词 而看出对方着急的古田也没过多挽留 可等到阿伟离开古田的视线 知道自己当时用过手电的 他立马跑向了化妆间 只不过由于当时没在意 所以自己也不确定放在了哪里 这时古田却再次跑了过来 见状阿伟只能说自己先在这里背一会儿 也就在他准备展示台词本的时候 却发现手电筒就在古田所坐的沙发后面 于是为了不让对方先发现 阿伟只能假借撒了临时率先藏起 可这时一旁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原来是手电筒已经找到了 可也就在古田想走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带来的手电又不见了 他明明记得刚进门就放在了沙发边上才对 说着便询问阿伟有没有看到 看着不断冒出冷汗的阿伟 古田虽然已经确定他不对劲 但却并没有证据可以说明阿伟跟案件有关系 就在这时维修工突然赶来 原来是刚才阿伟说电梯可能出了故障 让对方尽快检查一下 可自己通过检查却并没有发现问题 可看着面前下落的电梯 此时的古田却明代了阿伟为什么不将电梯回归原位 说着便立马将阿伟叫来 张嘴就说自己在舞台找到了新的线索 让阿伟帮忙按下升降梯的开关 可等到电梯缓缓上升 古田又说自己忘记了外套 让阿伟再把电梯降下来 眼见对方手忙脚乱 古田当即确定阿伟就是凶手 因为想必这就是电梯停在了舞台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刚才才会让维修工检查电梯 因为打从作案开始 你就觉得电梯是坏的 可真相却是你只看过电梯上升的办法 所以并不知道下行该怎么按 而折腾了一晚上的阿伟也早就已经累了 从他藏错了古田的手电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了 可听到这话的古田却表示否定 要是其实是从第一次聊天 阿伟就已经暴露了自己凶手的身份 你知道古田指的是哪句话吗 为了在偷窥的时候不被别人发现 刚下班的阿伟竟被这妻子在宾馆开了间房 等到确认对方的确是个美女后 有些失望的他只能信信地来到一边 直到一个男人出现在视野当中 等了一天的阿伟这才来的精神 就这样超近到来到对方的必经之路 随着那人从自己身边走路 忙了一天的阿伟也立马上去搭讪 可也就在男人下意识回头的时候 对面的阿伟竟毫不犹豫地掏出枪将对方射杀 等到按照计划将凶器放在男人的胸膛上 做完一切的他也再次返回了之前的宾馆 而随着尸体被警方发现 通过案发现场的手枪初步推断死者是死于黑帮火瓶 这时有人认出了死者的身份 正是两年前杀害警长孙女的嫌疑人 只不过由于证据不足 所以几天前刚刚释放 听到这话的古田立马让助手调查阿伟的位置 得知对方今天在宾馆监视毒品交易后 古田也立马赶到了现场 上来就称前天释放的犯人似乎遭遇了谋杀 死亡时间大概在六点左右 听到这话的阿伟毫不意外 称那种人渣死了也不会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可看着古田的眼神直觉告诉自己对方来的目的就是在怀疑自己 于是为了摆脱嫌疑 阿伟便说出了自己今天的任务 称同是说有交易要在对面酒馆进行 于是为了能更好地观察嫌疑人 所以自己一直都在房间里没有出去 说到这的阿伟拿出笔记本 表示上面就有自己全天的观察记录 直到六点十分嫌疑人拎着箱子进入酒馆才停止 也就是说如果的确有拎着箱子的人在六点十分进入酒馆 那么也就可以证明阿伟确实是有不在场证明 可从房间出来的古田却还是觉得可疑 因为阿伟抽烟在警队是出了名的凶 可刚刚的烟灰缸却只有几个烟筒 想到这的他主动找到了前台 想问问在此期间是否有打扫过阿伟房间的卫生 可听到这话的工作人员却表示否定 称自己一直都在这里 并没有看到阿伟从楼上下来 也就在古田觉得难道真是黑帮杀人的时候 一名同事却走了进来 得知对方是在别处跟阿伟一起监视 古田立马询问六点十分是否真的有人走进过酒馆 等到同事拿出笔记本 有个可疑人员拎着箱子进入了酒馆 这下可以确认阿伟的确没有说话 可此时的古田却还是觉得不对 于是买了点夜宵再次找到阿伟 关心地表示工作再重要也得吃饭 说着便让金泉接替一会阿伟的工作 而眼见金泉看着夜宵直流口水 阿伟便说窗台上有个苹果 是早上古田送给自己的 如果你没吃饱可以先用它缓解一下 可等金泉毫不客气地咬了一口 立马就被其苦涩的味道恶心地直作 等到古田知道金泉说自己的苹果坏了 多疑的他立马让对方带着苹果去做一下检测 等到打发完金泉再次回屋 阿伟却说行动的时候到了 于是碍于案件还没查清 古田只能跟着对方来到酒馆抓人 可等到众人全都冲进去后 阿伟却静直地来到一个抱着箱子的男人面前 此时真正的犯人却突然从后门跑了出去 办案多年的警长竟然认错了人 看到这一幕的古田立马看懂了一切 当即确认阿伟正式利用监视犯人从而行凶 确定了这一点的古田再次返回宾馆 这次的他先来到了工作人员的房间 看着房间内的一片狼藉 古田也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说着便再次来到了阿伟的房间 上来就称爱于阿伟在警队的知名度 所以一直都有个朋友想见到真人 说着便将那人叫了进来 等到阿伟礼貌地上去握手后 古田便吃开了朋友 紧接着便称之前金泉吃的苹果其实没有坏 化验结果显示只是沾染了灭火泡沫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物质 其实是工作人员煮面条时不小心引难了窗帘 倒霉的是当时火势顺着墙壁越烧越高 于是为了不波及别的房间 所以他只能带着灭火气跑到外面灭火 而苹果上的灭火泡沫也正是那时沾到的 说到这的古田称阿伟既然一直都在房间 那为什么在知道的情况下还让金泉吃苹果呢 听到这话的阿伟无言以对 只能说当时可能因为监视罪犯出身 所以才没注意到楼下正在灭火 有笔记本上的记录可以作证 可古田却表示上面的记录是没错 嫌疑人也的确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酒馆 可这一切却不是阿伟亲眼看到的 真相是这个犯人本就是阿伟叫来交易的 因为阿伟常年抓捕此类罪犯 所以手上肯定也有不少的相关资源 不出意外的话 当时是你让对方6点10分到酒馆交易 想通过这一动作制造不在场证明 但由于你俩只是通过电话交流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抓捕时你会认错人 说到这的古田又一次让人把朋友带了进来 称其实他就是今晚的独犯 如果阿伟真的亲眼看到了他进入酒馆 那么也就根本不会出现抓错人的情况 听到这的阿伟不禁感叹古田的智慧 于是只能在万般无奈下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表示如果当时孙女遇害时碰到的是古田 相信自己也就不会为了报仇而露出今天的丑态 而知买下的古董竟是老师仿造的夜户 为此花费3000万的阿伟非但不服 反而嘴硬地表示就算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混迹古董圈多年的自己绝对不会看错 于是为了彻底打脸阿伟 来到一旁的老师便掀开了桌上的红布 称自己之所以知道阿伟买下的是夜户 是因为真机一直都在自己这里 至于为什么在阿伟购买时没有提醒 是因为他跟胖虎一直都在古董圈做假冒伪劣 于是为了扫清诗门 所以自己才想借此机会加以教训 听到这话的二人虽然表面上没有顶撞老师 但等回到自己家里 坐在一起的他们却不由地担心起明天的展出 因为如果让世人知道自己展出的是老师的夜户 那么半辈子积累的名声也将彻底毁于一旦 也就在胖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走到一旁的阿伟却已经拿出了抽屉里的枪 因为既然已经知道了真品在哪儿 当然也就可以避免身败名列这种事的发生 只见他先是以道歉的名义再次登门 等到老师放松警惕 表达毁过决心的阿伟便掏出枪将老师当场射杀 而随着一声枪响 始终等候在门外的胖虎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可碍于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名声 所以他俩便决定将现场伪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 等到将到中调至十点半并砸坏后 开车离开的二人也开始制造各自的不在场证明 而随着阿伟在拍卖会门口下车 胖虎也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自己的公司 等到确认公司还有人后 他便有意地管对方要了份文件 称自己现在去办公室加班 可等胖虎刚走进办公室 意识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他就锁上了房门 等到再次从窗户来到外面后 胖虎也再次驾车抵达了老师的房子 这次的他先是用木头将窗户砸坏 然后借着阿伟正在参加拍卖会 用老师家的电话拨打了对方的号码 而做完这一切的时间正好是10点20分 结合之前提前砸坏在10点半的闹钟 这样一来老师的死亡时间就成功被延长至10点半 而他跟胖虎也有了不在场证明 等到时间来到第二天 接到报案的警方也抵达了现场 通过痕迹初步推断是入室抢劫 而劫匪应该是从窗户破窗进入 根据地上的闹钟来看应该是在10点半左右 可看着古董大师的笔记古田却陷入沉思 因为上面最后写着的是八半吨相当寒冷 这难道是对风寒的记录吗 也就在古田疑惑的时候 却不小心注意到大师后背上有块碎玻璃 如果凶手是破窗进入在杀害死者 那么玻璃不该出现在死者背上啊 难道是等到人死了才故意砸坏玻璃吗 得知胖虎跟阿伟曾在昨天来过这里 于是立马让手下找来了二人 想知道当时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而阿伟却恍神附体 张口就说其实大师说过美术馆要展出的是假货 真的货已经被他藏了起来 可在阿伟看来师父只是想借机敲诈他俩 是空的 于是表示会不会这里原本就有几件古董 而凶手则是杀完人后将他们带走了 可如果他将古董带走 也就变相说明凶手很可能是古董圈的人 看到这一幕的阿伟很是意外 因为案发是胖虎就曾经想要拿走这些东西 不成想对方还是在第二次返回时将其顺走 这下彻底给警方指出了调查方向 于是气愤的阿伟当即说了胖虎一句沙雕 纵使声音不大 但还是被查案的古田听到 于是觉得二人有些可疑的古田在晚上再次找了过来 称他得知胖虎昨晚一直在公司加班 可秘书却在十点想给他送杯咖啡 却发现无论怎么敲门里面都没有人回应 见机胖虎只能说这几天太累 所以昨天加班时不小心睡着了 没找到破绽的古田只能再次找到阿伟 可碍于对方正在参加拍卖会 所以古田只能先行等待 这时同行的金拳却看上了被拍的物品 于是随着他按捺不住地举起了手 他也成功地以高出十倍的价格成为了拥有者 很明显就是吃了不懂规矩的亏 见状前方的老者不禁说了一句沙雕 听到这的古田眼前一亮 紧接着便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老者说就是指什么都做不好 想到之前阿伟跟胖虎说过的话 于是古田对二人的怀疑再次多了几分 结合案发时他俩找师傅是因为不懂真假的事 所以古田便来到美术馆找到胖虎 称想找个人鉴定一下现在展出的不懂真实性 听到这话的胖虎没法反驳 可转头他就把事情告诉了阿伟 于是为了不让警方越查越深 阿伟只能把从师傅那拿的真货摆上了展台 可一旁的胖虎却越发害怕 因为如果被查到他俩就是凶手 那么多年的成就还是会荡然无存 可现在自己只是帮凶 所以就算是自首应该也不会多么严重 于是趁着对方扭头的时间 不肯回头的阿伟便顺手拿起古董砸了上去 看着地上的胖虎已经晕倒 阿伟便又从旁边拿出武士刀将对方瞬间割吼 等到把刀子放进胖虎手里 一个因杀害师傅而畏罪自杀的现场也就完成了 得知胖虎自杀的古董再次赶到美术馆 看着死者仓库中的藏品 古董当即让阿伟看看里面是否有老师家的古董 等到对方稍加变远 立马就找到了被胖虎顺走的东西 并且上面还沾有血迹 也就是说胖虎很可能是因为想偷古董而杀害了师傅 所以害怕事情败露才会自杀 可听到这话的古董却不敢苟通 表示从现场来看死者生前还曾被砸过后脑 怎么会有人自杀还会敲打自己的后脑呢 紧接着便说不出意外胖虎也是被害 从地上散落的古董碎片判断凶手可能不懂文物 诱惑着他知道站台上的文物是假的 所以就算是杂话也没有什么损失 说到这的古田称自己已经让助手拿碎片去鉴定 现在只要耐心等待结果就好 话说到这金拳也恰巧赶了回来 称经过鉴定碎掉的文物是真品 听到这话的古田有些疑惑 难道自己的推断都是错的吗 凶手难道并不懂文物 也就在他自我怀疑的时候 却再次想起了大师本子上的八半蹲相当寒冷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在古田让金拳蹲八下半的时候 却正巧看到了旁边文物的标签 原来蹲代表的是蹲狐 突然明白一切的他再次带着大师的文物来到阿伟家 上来就问阿伟是怎么辨认出这个罐子是胖虎和大师家偷的 而阿伟则表示是曾经在师父家里见到我 可此时的古田却话风一转 问案发当天阿伟与胖虎是几点离开的大师家 等到阿伟回答六点后 古田便拿出大师的笔记本 表示他看到大师最新的笔记上写的是八半蹲相当寒冷 用古董圈的方法解释就是八点半的蹲狐不完美 也就是说这个狐应该是八点半才出路 可你却说曾经看到过 如果不出意外你看到的时间应该是在八点半前后 并且大师也正是在那会被人杀害 换言之也就是杀害大师的人就是你 至于胖虎的自杀 一个准备收拾东西跑路的人会自杀吗 而之所以你杀胖虎实用了真体 可能只是情急之下没有分辨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却反驳道 称古田可以把自己当成凶手 但请不要质疑自己多年的鉴别眼光 表示其实自己早就赚够了钱 也确实可以按老师说的退出古董圈 而之所以没有 其实也就是想证明自己的眼光 因为虽然真品的确是文物 可自己的老师却是现代最优秀的陶艺家 自己当时也是比较过价值才选择用真品动手的 为了杀人他苦练三十年灌口 等到凭借口才将同门师兄田疏服后 早就计划好的阿伟便称自己有个师父闭门教学的机会 可由于那天自己还有演出 所以希望师兄能帮自己顶替一下 而面对这种好事大和也没有推辞 然而此刻的他做梦也想不到 正是这次教学让他成为了杀害自己的帮凶 并且碍于师父一直患有演技 所以顶替而来的大和并没有被发现 可也就在他认真听讲的时候 自称准备表演的阿伟却悄悄来到了相声社的办公室 只见他先是拿走了师父定下的月底表演名单 然后再把从大和那顺走的打火机留在现场 随着有意的触发保险柜上的警报 正在听课的师兄也被他诬陷成了偷走名单的小偷 然而计划至此并没有结束 因为他知道听课回来的师兄肯定会看自己表演 而随着演出完美羡慕 不出所料大和也生气地找到阿伟 原来阿伟所讲的相声是大和写的 与天生就有表演天赋的师弟不同 不善表演的他只能依靠写段子才勉强不被逐出师门 这下大和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剧本会突然丢失 也就在他准备回家把一切告诉师父时 却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阿伟已经露出凶狠的眼神 就这样跟着对方回到家里 还没等大和再次训斥阿伟的作为 身后的阿伟却率先拿出匕首将师兄当场割吼 而随着将凶器塞到大和手中 阿伟也戴上眼镜以大和的身份来到了某养老院演出 此时尸体也已经被邻居发现 原来是鲜血顺着地板流到了走廊 古田跟金拳很快也抵达了现场 从痕迹初步推断死者是自杀 可一旁的助手却说他们从死者的手中发现了紧握的预感 说明也可能是被杀是想留下线索 于是为了深入了解案情 古田当即带着助手来到了死者的公司 怎奈还没跟工作人员聊几句 当红相声演员阿伟便走了过来 得知师兄死亡的消息他显得很惊讶 可扭头就又说六点大和还给自己打过电话 似乎是在抱怨着什么 会不会这就是他突然自杀的原因 说完便借口有事而当场离开 怎奈此时古田却让助手调查一下这人 因为正常人听说朋友去世都会问清时间和原因 可面前的阿伟却似乎并没有那么意外 此时案发现场也有了新的发现 无奈古田只能再次找到阿伟 称他们在大和家里找到了月底表演的名单 表示似乎正是办公室昨天被偷的那封 而经过阅读 古田发现上面似乎唯独没有大和的名字 怎奈此话正中阿伟吓怀 当即表示可能这就是师兄自杀的原因 因为在相声社他资历最老 可到头来却总是在坐冷板凳 可此时的古田却表示 虽然现场发现了死者的打火机 可这种东西似乎也很容易被人顺走 特别是师兄弟间聚会的时候 眼见古田不上套 阿伟便说起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说办公室被偷的时候 他正在师傅家听课 并且大和昨天六点给自己打电话时 还提到了养老院演出 而自己那时已经回到了公司 可经过法医鉴定 大和死亡的时间要早于养老院演出 这就奇怪了 难不成是鬼魂去表演了吗 所以很可能是凶手顶替了大和去养老院 由此推断凶手应该也是个相声演员 这时助手跑来说 昨天大和在养老院演出时有人录了音 课里面除了笑声什么都听不到 眼见没有线索 古田干脆来到师傅家 通过他的证明 得知阿伟昨天确实是在这里听课 可说完一切的他 却突然将糖纸放进了嘴里 原来师傅一直都是高度进士 可看到这一幕的古田 却突然明白了什么 于是等到当晚阿伟表演结束 古田再次将阿伟跟师傅叫到一起 上来就说不出意外阿伟就是杀人凶手 说到这的古田放起了养老院的录音 听着里面的笑声 一旁的两人还是不懂 可古田却说这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据悉大和是个只擅长写作的相声演员 所以他每次表演都会遇到冷场 可录音中的现场却异常火爆 这也说明了当时表演的人应该不是死者 说到这的古田又问师傅是否患有进士 师傅点了点头 于是古田当即判断当天听课的人应该不是阿伟 至于他去了哪里 想必应该是趁着大和顶替的时间去了办公室 可拿完名单留下打火机的他不但没走 还有意地搬动了保险柜 并且通过勘查 保险柜上面的浮沉依旧明显 这也就证明搬动保险柜只是为了让人知道办公室禁了小偷 而这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杀害大和时更加合理 可阿伟千算万算想不到 此前的大和竟抓了个鱼竿在手里 而在刚刚的演出 古田注意到阿伟表演吃东西是全程半开着扇子 而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这种错误不可能会出现 也就是说扇子上很可能有问题 说到这个古田让阿伟把扇子拿出来 而不出意外上面也确实有血迹 至于那个死者紧握的预感 也正是扇子中间的图案 眼下只要把上面血迹化验一下 那么阿伟是不是跟大和的死有关也就彻底明朗 而眼见是已至此 阿伟也不再狡辩 只说这把扇子本就是父亲的遗物 所以自己才没舍得销毁 可不成想正视这点侥幸 就让面前的古田找到了破绽 他把一勺新鲜的年夜塞进提前准备的胶囊 等到确认从外观无法辨别出来后 准备跟人玩场游戏的阿伟也悄悄地来到了停车场 此时一个站在车前的男人早已恭候多事 于是为了不被别人打扰 各怀鬼胎的两人也纷纷坐进了车里 而眼见气氛逐渐紧张 坐在驾驶位的男人率先掏出一颗棒球 称自己其实一直都是阿伟的粉丝 而此时旁边的阿伟却并不想跟他废话 等到男人看着棒球巨星给自己的签名出神时 阿伟的手臂也突然将他重重锁在了头枕上 而眼见自己已经有了话语权 一旁的阿伟便说自己一直都崇尚宫廷对决 说着便拿出提前准备的胶囊 称其中有一颗含有巨毒 而另一颗则是糖浆 现在咱们一人吃一颗 活下去的人就可以拿走信封中自己的黑料 很明显现在的狗仔别无选择 然而等到他无奈地拿起其中一颗后 阿伟也拿起了另一颗放进了嘴里 伴随着车辆的一阵抖动 宣告胜利的阿伟也走下了汽车 可拿到信封的他却没有立马离开 反而是找到了那颗带有签名的棒球 等到再将车上的指纹擦干净后 那颗棒球也被骑扔到了通风管道上 原来阿伟是现役的棒球冠军 而他的哥哥则是名低调的保安 可由于不想让弟弟被自己的身份拖累 所以老实的他始终在被刚才车里的狗仔勒索 当阿伟得知哥哥的难处后 脾气火爆的他这才策划了刚才的一幕 而此时警方也接到了报案 感到现场的他们从男人的死状初步推断是服毒自杀 因为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并且车内也没有第二个人的指纹 谈话间古田注意到副驾驶座位上的火柴 从摆放的位置来看似乎是被人故意放在了座位中间 也就在他觉得会不会是死者放的事 却届时又注意到座位下面似乎有张小票 上面的日期正是三小时前 除此之外上面还有个很大的裂口 不出意外是座椅的滑轨损质 也就是说有人坐到了副驾驶上滑动座位 然后又在走后将其复原 也就是说案件仍然存在他杀的可能 这时古田又注意到了地上的烟头 从烧掉的长度推断应该是刚点燃不久 这种情况很符合看到的熟人 可令古田奇怪的是 他围着汽车找了一圈都没找到烧过的火柴 难道不是用副驾驶上的火柴点燃的吗 说着便拿起了火柴模拟案发现场 可古田却发现这包火柴似乎无法点燃 因为整个火柴盒都透发着一股潮气 可这种潮气却只有一面 也就是说并不是被水浸泡或者淋湿 这种感觉更像是加湿器之类的东西导致的 于是碍于火柴上面的标志就是楼上的酒店 古田便当即来到前台询问 都有哪些房间配置过加湿器 等到工作人员念出配有加湿器的三个房间后 古田却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原来古田也是阿伟的粉丝 想着反正这三个房间都要查 那索性就先从自己的偶像开始吧 他每次杀人后都会主动留下破案线索 不是想自首 而是碍于运动员的身份 所以阿伟觉得警方跟凶手应该来场公平的竞争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想法 所以古田也当即查到了阿伟身上 可令他意外的是 阿伟不但承认自己认识死者 还说自己一向不说谎 表示那个死者是名狗仔 昨晚也确实来过自己的房间 至于原因 却由于涉及到隐私而无法透露 眼见对方如此坚决 于是古田只能找到阿伟的助手 想知道昨晚案发是阿伟在哪 怎奈助手表示发布会前后阿伟一直都待在房间里 虽然对方一脸坦诚 但此时的古田却还是觉得不对 无奈只能再次找到阿伟 而眼见警方频繁上门 始终坐在一旁的哥哥却率先站了起来 表示昨晚死者之所以来找阿伟 只是因为自己早年的时候 曾跟一位黑道朋友吃饭 不成想正巧被这位狗仔拍了下来 扭头又得知自己是巨星阿伟的哥哥 所以才一直勒索自己 而阿伟昨晚知道此事后 才将对方叫过来商谈一下 而看到这一幕的阿伟也不再隐瞒 撑之前就说过自己见过死者 只不过碍于当时自己还有发布会 所以对方在8点45也离开了这里 虽然死者走的时候距离发布会还有15分钟 但当时电梯里的人已经很多了 如果自己作案不可能没有人看到自己下楼 见状助手又把矛头对准了哥哥 问案发前他又在做什么 这时阿伟却再次开口 称还是由于发布会 所以自己那时让哥哥帮自己代写200分签名 至于签名所用的纸 则是拜托酒店前台在8点左右购买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小时内 哥哥一直都在签名而已 于是为了验证对方所说的真实性 古田当即拿出一张纸 让哥哥掩饰一下签名 不成想还真的跟阿伟所写的分毫不差 难道案件真与他们两兄弟无关吗 可等到古田拿着那200份签名来到前台验证 却被工作人员证实确实如他们所说 可说完的男人又感觉不太对 因为他明明记得自己当时在每张纸上都印了阿伟的标志 可现在这些签名板上却没有钉点痕迹 听到这话的古田顿时明白了什么 于是隔天再次找到阿伟 表示自己去前台问过 阿伟哥哥的不在场证明似乎不太成立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买的纸印有标记 而阿伟兄弟俩提供的却并没有 换言之也就是说这200份签名很可能是提前准备的 至于为什么要提前准备 想必是想给某人提供时间上的不在场证明 说到这的古田提起了案发现场的火柴 从摆放位置来看肯定是凶手有意留在那里的 而自己也确实通过火柴查到了什么 由此可见凶手是个崇尚宫廷的人 眼见阿伟沉默不语 于是古田只能再次返回酒店寻找证据 这时助手走了过来 表示他查到死者在死前曾在前台购买过一个棒球 可案发现场却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 也就在古田亲自来到地下停车场寻找的时候 却不经意间看到了通风管凹陷的痕迹 等到让助手顺着梯子上去查看 竟真的找到了那颗棒球 从上面的签名来看阿伟确实有可能作案 可他这么大的人物 是怎么在发布会前通过拥挤的人流来到地下的呢 谈话间一个工作人员来到了逃生通道的电梯 据悉这里是货梯 虽然没有钥匙无法乘坐 可古田还是让金泉在电梯关门前试着跑进去 不成想还真做到了 而至此阿伟的不在场证明也全部被破解 于是确定阿伟就是凶手的古田当即决定给对方下个套 只见他先是让金泉找到阿伟哥哥 通过谈话有意透露出阿伟现在是首要嫌疑人 而眼见弟弟被怀疑哥哥便站出来主动承担下所有 等到在有意地从阿伟面前带走哥哥后 古田便借机出现表达哥哥是犯人的种种证据 称阿伟哥哥自己已经承认曾冒充阿伟给死者签名 可听到这话的阿伟却急了起来 拿过古田手中的棒球表示签名的是自己 说古田所说的这条证据根本不成立 不信的话可以让鉴定科检验棒球上的签名 说完的阿伟称自己在房间给死者的签名怎么会寄到哥哥头上 可这时古田却拿出了购买记录 上面的时间是8点50 也就是说是死者从阿伟那离开后买的棒球 并且这个棒球是今天傍晚才发现的 当时自己只说哥哥给死者签名 并没有说是签在了什么上面 而且除了自己所拿的棒球 还有助手拿着的球棒跟手套 那么阿伟又是怎么知道签名的是棒球呢 也就是说知道棒球上有签名的就是凶手 就是案发后将球扔到通风管道上的人 而听到这话的阿伟也不再狡辩 承认这场比赛是自己输了 表示那200张签名确实是哥哥准备的 可自己并没有用 因为他觉得比赛就要公平 所以这个案子与哥哥无关 希望古田也不要过多的为难对方 这里每下一次雨就会死一个人 起初警方还以为是意外所致 直到法医在死者的肛门中找到了死亡预告 意识到是谋杀的警队高层不敢耽搁 可也就在他们还没找到头绪时 第二个受害者却已经悄然而止 而这次也没有例外 依旧在肛门处找到了令人胆寒的纸条 并且随着离奇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周围的群众也慢慢开始恐慌起来 一时间鬼神作祟的谣言成潮水之事遍布街头巷目 因为曾有目击者看到一个健康的老者本来在跑步 可下一秒却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当场报名 看着每次都会出现的纸条 被激怒的高层当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彻查凶手 于是在万般无奈下 警方只能找到了退居二线的谷田 可就在去警局的路上 前排的助手却再次接到死者的消息 原来这次的案发现场是在河边 并且通过勘察现场 警方查到人在死前头部曾遭到过击打 可令人疑惑的是 凶手这次仍旧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唯独只有那个纸条每次都会出现 看着写有大凶之照的纸条 此时的谷田充满疑惑 因为他不明白凶手为什么要连续杀人 说着便开始询问起死者身上的共同点 这时聪明的西元说 他发现死者的生日都对应着不同的科学家 可一旁的谷田却觉得这只是巧合而已 而等到他自己拿起尸检报告查看 怎奈发现了什么的他竟突然笑了起来 因为通过尸检报告 他注意到法医那一栏田的都是黑眼 于是为了解开内心的困惑 谷田当即找到法医 问为什么这几个死者会这么凑巧都是他来检测 可听到这话的老头却说他每天都要查看十几具尸体 就算是案件的尸体都是我检测的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可见状谷田却再次发问 表示这次的案件尸体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可据自己所知法医通常都只管自己的骗区 这次老头却说完全是因为奶奶的教诲 表示人要享受后辈尊敬总要身先士组 还没等谷田开口 老头紧接着又说 至于为什么自己每次都特意检查肛门 完全是因为通过测量那里的体温 可以很快地判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而眼界没抓到什么线索 谷田只能让助手调查一下法医的不在场证明 可结果也令人意外 法医跟助手当天都在上班 有医院的同事可以证明 说到这的夕员表示就在谷田调查法医时 他们也再次接到了一具尸体 初步推断是凶手将死者灌罪并置于车内 然后给汽车打火并关上窗户 想伪装成胖虎在车里睡觉中毒的假象 并且在他的肛门处也发现了纸条 听到这的谷田却顿感不对 表示汽车狭小的空间加上死者的体型 要想在里面脱掉被袋裤并塞进去纸条 根本不可能 所以自己觉得很可能是在死者死后进行的这些操作 因为无论如何尸体都要经过法医 而这也正是自己要调查黑炎的原因 听到这的助手表示法医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事件 而一旁的谷田也没反驳 表示他的确没有作案事件 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他杀害的 不出意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意外身亡 是在送到他那后被他故意伪装成他杀 是自己也不知道对方的目的 并且对方今天似乎不上班 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应该不会有接警的情况 可还没等话说完 警局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这次依旧是有人被害 只不过与之前不同的事 这次的纸条却是警方在现场发现的 而眼瞅着自己的推断出现失误 来到现场的谷田非但没有疑惑 反而是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这是岛国最变态的案件 因为每次警方发现尸体后 法医都会从死者的肛门中找到凶手的死亡预告 可令人疑惑的是 现场的目击者称死者死前并未与任何人接触 也就是说很可能遇到早在死者死前就已经被塞进体内 也就当所有人都疑惑凶手的作案手法时 接手此案的谷田却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因为通过尸检报告 他注意到几具尸体的法医一栏填写的都是名叫黑炎的人 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他在尸检时将遇到塞进了死者体内 换言之这几具尸体并不是他杀 而是被黑炎刻意伪造成凶杀的样子 只不过现在还不了解对方的目的 这时警局也再次传来消息 原来在谷田吃饭时警方发现了第六具尸体 只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是警方在现场找到了死亡预告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的推测被彻底推翻 可面对这一情况的谷田却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立马在第二天找到黑炎 上来就问对方是否有种药物可以让人假死 知道谷田在怀疑自己的黑炎不想回答 于是便借着还有工作火速下车 而眼见谷田没获取到什么线索 助手便把自己调查的结果说了出来 称死去的第六个人曾是上任议员的助手 而他所跟随的议员当时也很有名望 可在不久后却突然暴毙 当时警方一直觉得是场谋杀 可事件报告却给出了自杀的推断 而当时负责检验的也正是黑炎 听到这的谷田带着照片再次找过来 助手上来就拿出第六个死者问他是否认识 见黑炎依旧不想回答 西元便称据保安所说一周前死者曾找过黑炎 可听到这话的黑炎不但不正面回答 还说自己就是记不清了 而眼见黑炎如此耍赖 西元又说怀疑当时议员的死是黑炎收了贿赂 才被改写成自杀 而最近频繁出现的案件 则是为了掩盖医院助手的死特意制造的假象 怎奈听完一切的黑炎不仅没怕 反而愈发嚣张 称既然怀疑自己就去找证据 别在这里靠推断给别人定罪 等到几人再次回到餐厅 西元又想起保安曾说过黑炎的助手似乎已经旷工 会不会跟案件有关 并且按照目前的推论 既然所有死者都是黑炎伪造的假象 那他在挑选死者时就没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在狭小的空间中穿饭单裤实在有些困难 这时一旁的服务员却插了句嘴 称这哪里是什么饭单裤 明明就是背带裤嘛 而听到这话的古田似乎想通了什么 户部的吃饭就再次找到黑炎 怎奈恰巧碰到对方在处理尸体 谈话间就要让古田看看车祸的惨状 听到这话的古田连忙拒绝 可扭头就将从餐厅带出的鸡蛋 放到了死者手中 紧接着又拿出一张金拳的照片 问黑炎觉得这一瓶怎么样 可黑炎却表示这不是金拳吗 他的仇可不是背带裤可以掩盖的 听到这话的古田默默收走鸡蛋 可紧接着又拿出一封警方邀请法医的信件 内容正是那名死在车里的男人 只不过他当时身穿的背带裤 可信件里却用了个不常用的瓷犯单裤 可罪犯的目的是为了伪造杀人现场 并且他的手法是从钢门塞性 那为什么有别的尸体不选非要选个穿背带裤 说明他根本没看到死者的穿着 这样一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死者被送到鉴定课后 衣服被脱光了才被凶手塞了纸条 而这个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面前的黑炎法医 听到这话的黑炎没有否认 表示确实是自己塞的纸条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总不能把自己的爱好说成是杀人的证据吧 而此时的古田也确实没有证据 可第二天黑炎消失的助手却突然跳楼 体内也同样有纸条 内容是说自己要赎罪 并且家中的遗书上说所有的案件都是自己做的 但调查的西元却觉得不太对劲 因为检验科说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前天 为什么今天才发现尸体 听到这话的古田让西元去停尸房查点东西 而自己则来到黑炎的办公室 此时西元也恰巧回来 一进门就表示事情确实如古田所料 听到这话的古田也对着黑炎说 称自己终于知道为什么他的助手死亡时间是前天 可尸体却是今天才发现 原因就是这两天你恰巧休息 如果尸体提前被发现就没法往肛门塞预告 而至于在这段时间尸体被藏在了哪里 估计也就只有停尸房 因为昨晚自己还特地来找过黑炎 那时黑炎正好就在处理尸体 可事后其他人说当晚根本没有尸体被送来 所以那个尸体不是别人 正是黑炎突然消失的助手 听到这话的黑炎依旧让古田拿出证据 怎奈古田突然走到一旁 从西元手里接过一份指纹报告 表示这正是死去的助手的指纹 而获取的方式则是昨晚那颗鸡蛋 说到这的古田称可以说说黑炎为什么要将助手的尸体藏起来吗 而听到这话的黑炎也说出了真相 表示自己的确是收了悔 并为了利益把一元的他杀改成了自杀 可中途一元的助手却说自己要自首 无奈自己只能跟住手用剂将对方杀害 可自己怎么也想不到随着计划的进行自己的助手也慌了 也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害怕事情暴露的自己也就顺势送了他一程 而由于医院里没有藏尸的地方 所以这才打算先暂存在停尸间 怎样正是这个举动 正巧让古田抓到了把柄 说到这的黑炎不打算再辩解 因为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下场 要怪也就只能怪内心深处的贪念吧